主持界又传来噩耗了 让无数人的心跟着疼痛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10月27日 有媒体报道 新闻主播张瑞玲不幸去世 中年51岁 她的代理发言人 在网上公布了这一噩耗 受到网友关注 随之到来的言论 就是年仅51岁的张瑞玲为何突然去世 为何死讯被足足隐瞒了4天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几家人为何如今都不肯露面 现签字遗书曝光 内容让人细思极恐 其实她是由于癌症去世的 作为新闻主播的张瑞玲 与病魔抗争多年 患乳腺癌晚期的她 一直靠着吃药续命 没想到最终还是没从死神手里逃脱 离开了这个人世 向年51岁 不幸的是 在她生命最后一刻 家人都不在身边 只有好朋友陪伴 没让她孤孤单单的离开 这样的恶好 恋爱看她主持的节目的观众悲痛不已 这个消息是由张瑞玲的朋友代理公布的 代理人称张瑞玲在22号时 因为乳腺癌而离世 而在她活着的那段时间 她非常积极乐观地配合一生努力抗癌 从来没有因为治疗的过程 过于痛苦而放弃过 据悉 生前的张瑞玲 是一位自强自力的新时代女性 业务能力非常强 曾在多个电视台担任记者和新闻主播 也主持过多档综艺节目 在主播工作上一直努力拼搏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应得了观众们的认可 可谁也想不到 生活中的张瑞玲却还要与癌症作斗争 在一次体检中被诊断为乳腺癌 开始了多年的抗癌治疗 对此被下病危通知 抗癌的无数个日夜 张瑞玲饱受病痛折磨 花疗 放疗等带来的副作用 让她吃不下睡不着 休息不好 对于这些经历 张瑞玲从未喊过痛 也一一接受医生的建议 可直到有一天 医生把她喊到办公室 建议她放弃 也说出关于病情的残忍答案 张瑞玲从没有放弃过自己 一次次战胜兵魔 从鬼门关逃脱 连医生都敬佩她的意志 可最后还是没能抗住癌症 年轻情情病逝 给粉丝们留下遗憾 随着她的离开与大众的关注 在张瑞玲抗癌失败后 她也立刻亲自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 并且立下了遗嘱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 张瑞玲拖着病体 为自己安排身后事 亲自把大师小事都落实到位 对此 张瑞玲表示不想连累任何人 也不想欠别人人情 最后一段时间 她待在自己打造的空间里 有两只猫作伴 这其中 还有一群好朋友 经常来看望自己 让她最后的时光不会孤独 至于母亲和其他家人 张瑞玲则离他们很远 也不想麻烦他们 工作这些年 她担任电视台记者 也做过新闻联播 以及主持过综艺节目 上镜率高 自然赚的也不少 而且随着名气的提高 造就经济自由 不为物质担心 因此在生命之后 她自由的治疗费用 都是自己付的 没有借别人一分钱 不仅如此 在医生劝她放弃后 依旧还有不少资产 足以撑得起继续治疗 可有钱也就不回病 张瑞玲生前医主被曝光 看情内容后 引泪目 忍不住眼泪往下掉 真不知道 她是以什么心情卸下的 被她动容的同时 又为张瑞玲感到心酸 她怎么能想得如此全面 离世后医主 也被经纪人公开了 她称无论是治病的钱 还是办理身后事的钱 都是花的自己挣的钱 最后她将自己 剩余的财产一部分 留给了自己的家人 一大部分捐给了流浪动物 以及真正需要 这些钱的人们 此外 张瑞玲也表达了 自己对在最后时光 陪伴自己的好朋友们 同时她也表达了 自己最放不下的 就是自己的两只宠物猫 因为这两只猫 是她身前最亲密的家人 医主内容提到 自己不想再装坚强了 抗癌过程真的太痛苦 手术 化疗 放疗所有方法都尝试变了 自己不是逃兵 是医生让自己放弃的 看到这番内容 可想而知 她有多崩溃与绝望 每时每刻的痛苦 不是所有人能够承受了 想想那画面 跟张瑞玲写遗述时的心态 令人泪目 因为清楚自己的情况 所以在去世前 就将后世安排好 把自己的积蓄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交给家人 让他们好好过以后的生活 剩下的另一部分 捐赠给流浪狗和流浪猫 以及有需要的穷人 对于这样的结果 想必作为当事人的张瑞玲 当时也不好受 该是怎样的心情 才能接受自己开始生命倒计时 又该是怎样的绝望 才能面对可能看不到明天的现实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都泪目了 眼珠子直往下掉 在自己生命走到尽头时 她不是恐惧与崩溃 而是还想到流浪猫流浪狗 这样的用心 没有几个人能比 不仅是暖心之举 而是大爱体现的淋漓尽致 能看出张瑞玲 是一位坚强拥有责任心的女人 虽然命运夺走了她的生命 但却给这世间留下很多记忆 她永远会活在我们的心里 每次看到小猫小狗都能想起她的身影 据悉其实两年前张瑞玲就已经退休了 不过虽然不再从事一线新闻女主播的工作 但她依然非常勤奋的更新 自己的社交账号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退休后张瑞玲把时间都用来陪伴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宠物 以及体验各种有趣的事物 这样的分享也受到了粉丝们的欢迎 大家也都积极和她互动 不过2020年的时候 她突然停止了更新自己的社交账号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得了病 所以才不再更新的吧 就在粉丝希望还能看到她的心动态时 却传来了她因癌症去世的消息 这样的噩耗真的令粉丝们非常伤心 只能说生命真的十分脆弱 张瑞玲以书中说到的 和亲人保持距离 恐怕并非停起来这么简单 结合爆料来看 母子两关系一塌糊涂 到了这个地步 母亲依旧对她不管不顾 可想而知张瑞玲该有多伤心 不惜时 在张瑞玲去世前 上个月父亲才刚刚离世 本来就痛苦难受 没想到这么快她就走了 跟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却留下来失去双亲的母亲 不仅爱人离开自己 还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无疑是巨大打击 为了不让母亲承受更大的痛苦 张瑞玲选择了和家人保持距离 她觉得这是让彼此都舒服的做法 看得出来张瑞玲 宁愿自己独自承担抗癌的痛苦 也不愿意让刚刚失去丈夫的母亲 共同分担自己的痛苦 同时也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留给了家人 说明她对自己的家人真的非常在乎 可现实终究还是要面对的 对于张瑞玲的病逝 我们改变不了 只希望其母能尽快 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 为了他们父女也要好好生活下去 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 在另一个世界陪伴 过张瑞玲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表现得真的非常冷静和勇敢 以及乐观积极 这样的精神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 希望张瑞玲一路走好 最后 希望张瑞玲一路走好 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痛苦 你的温暖与笑容 我们会永远铭记 希望你也能在天堂开心快乐 与父亲一起团聚 陪伴母亲走出痛苦 充满与 implications